来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3月16号 星期一的一个盘中级盘 我是陈伟博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大涨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盘市 是有所期待的 希望跌下来的股市 可以好转 可以回到多头 但是看到今天的一个走势 恐怕又会让很多人失望 目前今天3月16号星期一 盘中现在11点钟 台股跌了178点 跌了178点 其实今天是开低的 开低跌59点 但是刚才一路下跌的过程 目前最低跌了205点 很多人对这个盘市 已经越来越失望了 我们这样讲好了 在股市的一个 它的一个表现 其实跟我们的人生 其实是蛮类似的 大家把现在的台股 当成一个 那个病重 生重病啊 生重病的病人来看 因为我们都生过病嘛 对不对 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一个 生重病的病人 你觉不觉得他会马上的好转 你觉不觉得他马上就是 就是活蹦乱跳 生龙活虎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状况 我们一般人体的一个 复原的一个机制 它是如果你生了一场重病 那你要恢复到 原本健康的身体 一定需要什么 需要时间 不可能有那种马上好的状况 没有那种 那种人家讲的什么神话 一般来讲我们的身体受到了 比如说重伤也好 生病也好 它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期 然后逐渐的疗养 恢复 然后才回复到健康身体 一般来讲是这样 其实股市也是一样 所以像这个 大跌下跌极跌的这种状况 你要他马上好 你要他马上好 不容易 那当然这个是有原因的 你看最近的那个美国股市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大盘 或者是美国股市 根本就不需要去做分析 因为它根本涨跌无序 它没有办法 用逻辑性的技术分析 去分析它 因为现在夹杂了 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油价大跌 所以其实今年2020年 就是所谓的根子年 其实从一开年的过程当中 这么多的事情 连续的一个发生 说实在 就说明今年是一个动荡的一年 所以其实今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一下 你看这个美股 很少看到这样状况 其实不要说微博老师 或者大家 连巴菲特 巴菲特今年活到五岁 他都很少看到这状况 这是3月12号的美国时间 你看这个 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费城指数 下跌10% 对不对 这个已经是几次熔断了 这个 你说你能完全用技术分析来讨论吗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各位 上礼拜五 这个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你怎么判断 到从3月12号的时间 礼拜四晚上的时间 这是美国时间 你看这怎么跌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哇 你看这怎么涨 但是涨的话涨不回去 你看 费城指数跌了170大跌 10.91 结果涨了10.93回来 才涨152 然后你看道琼 跌了9.99百分点 对不对 涨了9.36也才涨 连2000点都没有 跌了2352点 结果呢 感觉上涨回来了 其实 近期的美股大涨大跌的状况下 他是没有办法去这样判断的 这个时间点可能要拖到 威宝师之前能跟各位分析过 因为我是用这个季线的位置 因为整个行情要好转 我跟各位讲要回到多头 这条季线非常重要 其实有些人会去看什么 会去看半年线 然后会去 现在又去看什么 看这个年线 年线又破了之后 又去看什么 这个看下来可以看了 对不对 其实你均线画不完 我画错了 应该是1200吧 来各位 这条叫什么线 现在又来到这边 所以其实我觉得均线不要看这么多 看这么多越看越乱 你最主要的判断来讲的话 我觉得用季线去判断就好了 那之前我跟各位讲 因为扣底值现在在这边 之前在这边我就跟各位说 扣底值面临扣高值 就是到这个12197最高的位置点位的话 大概一个月 到这边大概一个半月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三月初吧 我跟各位讲说 四月份甚至到五月份 扣底值会扣高 所以季线一定往下走 这个会铸跌 季线往下走一定是铸跌 所以你一定是扣高之后 慢慢的扣低 季线才会慢慢的下走 然后走平 甚至往上走 那个地方才有办法 真正的一个走回多方 所以就时间点来讲的话 我认为台股 不要讲台股 美股也是一样 基本上要做一个打底 我们要就是去观察 这个打底的状况 才会可以进一步的一个做确认 但是我必须老实跟各位承认 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个状况 还有包括像美国的一个 这个一系列的动作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降息 因为其实各位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 现在美国政府针对于旧市 就这个市场来讲 只有一个手段而已 叫做降息 这个是在这个假日 我们这个假日的时间 联准会 各位你看 它是直接降息四马 而且它是从起原本 已经收回7000亿美元的QE 联准会在周日紧急宣布措施什么 除了将那个基准利率大砍到零 已经是零 就降不下去了 它又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那这个量化宽松叫做QE 我想各位应该都很熟悉了 它主要其实是针对 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疫情 然后包括破坏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很多的经济活动 可是我说这个 你仔细想看看这个是什么 我这边有写 这在2008金融海啸以来的一个措施 其实美国相关已经有在进行这个 所以其实微博老师跟各位讲 不要太悲观 对这个行情的未来不要太悲观 那时间点大概还要在一个月 到一个半月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那之前我也跟各位推估过 这个疫情的状况 当然讲这个有点怪力乱神 但是现在也只能相信这个 难道你要相信疫情无止境的一个扩散下去吗 永远不会有好转的时候吗 现在你打开电视媒体 打开报纸 打开新闻 今天新闻我已经看到说 美国的疾病管制署 他们出来讲说 如果美国他真的疫情扩大的话 会有几百万人 甚至死亡会有几万人 死亡不晓得是几百万人还是几万人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我觉得都已经造成所谓恐慌性的一个心理了 我再把我对疫情的看法 然后在节目里面给各位说明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这个有待未来来做一个验证 对不对 不见得我讲一定对 但我觉得大家都未来要有信心 我记得我在3月9号还是3月10号的节目里面 我就拿出这个日期表给各位看 为什么我会拿出这个日期表给各位看 因为疫情的发生是从12月 应该是从12月然后1月份开始扩散 从中国 然后从中国一直扩散到现在全世界 对不对 各位我当时候在9月 3月9号到10号这个节目里面 我就跟各位讲 我认为 我认为疫情最严重的时间点 就是所谓的高峰时间点 大概就落在3月中旬这个地方 3月中旬 整个3月中旬的高峰期 像今天是3月16号了 所以这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是最高峰的 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新闻都是最恐慌的 好 最恐慌的状况下 它就是整个疫情的一个分界点 大概就是从3月20号 我认为是在农历春分之后 春分之后 因为春分之后基本上那个天气 慢慢就逐渐回暖 从这边的话 往下就是到3月底 到4月份到5月份 整个疫情最高峰的出现点 大概就在这边 那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疫情的一个扩散来讲的话 大概在4月份 各国的控制就会慢慢看出成效 当然它不会马上 它不会马上 就跟大盘的扣底值是一样的 现在扣底经历扣高值还有多久 还有一个月嘛 你这边给它算起来啊 对不对 我就不再算了 你自己去算了 这边过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扣高值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表示什么 表示未来一个月两个月 如果以台股位置顶位这个地方做计算 未来甚至三个月季线都是往下走 那你必须等扣高值之后 这个扣底值开始往下走的状况下 对于这个季线走平 甚至走阳才会有帮助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那跟这个疫情有没有做符合 我们可以之后来做推算跟验证 所以最近的行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 你也不要为了每股大涨 比如说 我请问大家 上个礼拜五每股大涨 上个礼拜五每股大涨 对不对 你看哦 道琼涨快两千点 为什么 因为他推这个QE 他推这个 连准会降息 那降息的话 他为什么要再度推QE 就是像2008年的金融海啸一样 他要救市 对不对 所以大涨 好我请问大涨 台股呢 台股为什么没大涨 反而大跌 为什么 因为台股目前的走势 他不会只看这个美股 我给各位看这个是我上节目的时候 那个9点半 抓出来的这个美股 盘后的电子盘的交易 目前啊 目前 现在11点钟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 各位你看他跌多少 这是现阶段哦 美国时间晚上 现在他们在睡觉哦 他们有所谓的夜盘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夜盘 电子盘盘后交易的部分 现在是跌了4个百分点 又再度熔断了 又跌了4个百分点 跌了4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今天在跌什么 今天台股在跌什么 今天台股在跌这个啦 在跌这个啦 所以你不要看到美股涨 然后很开心 看到美股 他很难过 很担心 我跟各位讲 他需要时间的 台股也需要时间的 你不管是从美股角度 从台股角度来看 我们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道琼好了 上个礼拜五的道琼 不是涨了将近话2000点吗 对不对 也是一根红K啊 来各位 因为这样止跌了吗 你觉得因为一根红K棒 就止跌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也叫止跌了 现在的状况下 它如果要走 它不会用V转的方式 我认为不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疫情的关系 因为疫情现在要开始进入高峰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 如果真的要的话要打底 问题是 它止跌了吗 你看费城指数也是一样 也是一根红棒 上个礼拜五也大涨10% 但有出现止跌了吗 其实并没有 这跟台股目前的状况也是一样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有跟各位讲 我们以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年的状况 来跟各位讲 这个是民国97年 2008年的时候 台股从9859 后来走空头走一年 对不对 走空头一年到哪边 到了这个地方叫做3955 各位还记得吗 然后展开10年的多头 然后涨到1万2千点 好 各位你仔细想看看 这地方是一个急跌 急跌之后出现了急涨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 比如说大盘 大盘现在急跌 如果接下来出现了急涨 最后还是要下来 因为现在的季线是在往下走 所以涨上来之后还会再下来 所以最好的走势其实并不是大涨 因为目前的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他就像生重病的病人 如果突然回光返照 比如说他现在得了重病 就突然回光返照 隔天可以跑跳 跑跳 可以跑 可以跑啊 可以跳啊 可以吃可以喝啊 那你反而要担心 他有没有可能是回光返照 所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急跌的过程当中 进入所谓打底的阶段 进入打底的阶段 这个打底才有机会再往上再冲一层 再往上再斗多头 所以其实以目前现阶段的台股来讲 各位不要受到了这个美国股市的影响 因为美国股市大涨大跌 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 可以分析的一个范围了 所以现阶段的台股就是什么 就是等待啦 我说穿了一句话就是等待啦 等待的方式无非就是 比如说等待买点 等待机会 不要随意的一个进场操作 然后不要在这边 其实有的人要进进出出 我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像有一些同学问微博老师说 这地方我可不可以做短线啊 其实是可以的啊 所以现阶段我的做法如果要操作 我也可能会去向短线操作了 我不会在这边说 我们去买一档股票中压 然后等待 其实我也在等待一些好股票的买点 那这些好股票 其实很多股票都已经跌很深了 有些股票从三个月前四个月前就开始跌了 比如说 比如说文贸 三个月四个月前就已经建高点开始跌了 对不对 开始跌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疫情的状况 那你就要去关系他的本身的一个基本面的状况好不好啊 他如果基本面持续的好转 那是不是有机会在那边做打底 其实我现在是在观察这个东西啦 也就是说如果现阶段你要操作 你顶多短线进出 短线这样子买进卖出 那短线进出不会让你赚大钱啊 短线进出只是 只是让你在里面可以冲来冲去 冲冲乐这样子而已 你还必须冒着风险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如果你有套牢股票就不用再卖了 你如果只是套牢一点点 你只是小赔一点点 你干脆就出 你可以出掉 这个绝对没问题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套牢很深呢 你套牢的两层套牢三层 我举例喔 我举例喔 比如说稳帽你买在这边 现在多少 你假设你买在三百元上方啦 现在两百五啦 你还要卖吗 你要在这边卖吗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确计止跌可以买 并不是 你套牢很深的股票 你就不要在这边杀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 全世界的股市都会救市 不管是在美国 还是在台湾 台湾的国安基金 其实我跟各位讲 他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他绝对不会 那个敲锣打鼓 跟各位讲说 我要买股票 我要买股票了 我跟各位讲 你看这个动作就很明显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上个礼拜 我还记得吗 怎么拉尾盘的 各位 怎么拉尾盘 这个量是谁买的 他为什么之前不买 我跟各位讲 现在的 如果说国安基金 要稳住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他一定都是用拉尾盘的角度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他不是真正要去买 他是要去维稳这个股市的表现 让他有出现打底的迹象 让他有出现打底的迹象 一定要出现打底的迹象 才有办法展开多头 所以以目前现阶段的股市来讲 我认为下跌的股市更要观察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下跌的股市 就是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大家不要觉得说 怎么办 这个股市现在下跌很难过 很可怕 我之前就举过例子给各位看 不管是过去有发生金融海啸 如果回到12年前 2008年 我问大家 如果回到3955 现在盘是在下跌 我们这样讲好了 现在盘是在下跌 止跌了没有 还没有 上礼拜我就跟各位讲 还没有止跌 你不能因为这样子 就说他下跌了 止跌了 他一定要经过打底 但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未来有出现这样的迹象 他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等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你去进场好的股票 其实不一定要在这边的 有些股票在这边就开始涨了 各位你要懂的意思这是大盘 有些股票在下跌 大盘还在跌的时候 有些股票就已经开始涨了 就是有的应该这样讲 有的股票是领先发动 所以其实反而在下跌的时候 你更要专心去看盘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下一次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握这机会 如果你的时间可以回到2008年 你会怎么做 可以回到2003年的SARS 你会不会去买股票买房子 会嘛 但是当时候的大家情绪怎么样 非常恐慌嘛 所以现在更应该理智去看这盘 而不是说 看到这股票又下跌了 糟糕了 我赶快卖 然后这边短线进出 冲来冲去 没有 对我而言我要做好准备 我要带我的会员做好准备 做好什么准备 做好接下来 等整个行情落底 有些股票要领先发动 我就要去做动作了 希望这样的分析对你有帮助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看啊 当时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播话已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大盘目前下跌的状况下 所引发的这个恐惧感 我认为反而是下一次财富 重分配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会在哪边 我这样讲好了 目前为止 包括观光旅游这部分的话 基本上要避开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注意 两个族群 我认为在5G还是会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5G的一个建设 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它就暂停了5G的一个动作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个未来趋势的一个发展 那你想想看现在 假设疫情未来可能就这样子 每年都会做发生 或是延续下去的话 那大家不出门的机会 可能就会更高 那运用网路 运用这个5G的一个范围 就会更广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去注意 5G相关题材的个股 股票的部分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的话是 在那个蓝牙无线耳机的部分 为什么我会认为蓝牙无线耳机 还蛮有市场的 你看那个之前康控 那个或者是美律 对不对 好我就不讲技术分析 我只是先把我的看法 大概给各位看 就是说等这个行情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注意这些行 那个个股 相关的一个低点的位置 因为美律也跌很多了 那为什么蓝牙无线耳机 因为韦伯老师 我也是重度的爱好者 我基本上不管是出门 上班 我都会带着蓝牙无线耳机 我是带AirPod的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越来越多人 但是我看到 比如说我像韦伯老师 都搭捷运上班 因为我不开车进台北市 每次都塞车 而且搭捷运的话 我反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看这个 比如说股票 对不对 看一些新闻 现在在路上带 无线蓝牙耳机的人 其实并不多 已经比之前多了 但是并不多 所以这个行情的下跌 是不是会造就下一波的机会 很多时候各位要用正面的一个心态 去看待 而不是说 我看到这个股市下跌 我就害怕了 而且没时间了 你看台币 台币根本没有大幅贬值 所以你说机会在不在 当然在 只是你要等待 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微宝师带你下一波的操作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核心抽盘团队 您不是 您是 您不是 哭